好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关话题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时间交给王舟 好的 敦促美国取消制裁 期待朝美峰会 金正恩新年贺词 释放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朝鲜无核化如何步入正轨 半岛局势能否进入良性循环 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首先来看一下 韩国中央日报的一篇报道 朝鲜强调无核化决心 新年一史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新年质词当中重申了 实现全面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的决心 文章指出 今年的新年质词与以往大不相同 去年的新年质词当中 核出现了22次 而今年只出现了两次 而且还是以无核化与核武器的形式 各出现了一次 同时 去年仅提到10次的和平字眼 今年出现了25次之多 另外核打击 核按钮等充满火药气味的措辞 也都一概没有出现 专家对金正恩的新年贺词 纷纷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认为贺词内容将给朝美无核化谈判 带来正面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日本共同社的一篇分析文章 美朝有望打破僵局 在相当于今年施政方针的新年贺词当中 金正恩首次亲口向国民提及 完全无核化 也是首次对外表态 终止制造核武器 金正恩还表示 随时准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晤 如果美方能够对朝方的主动举措 以相应的值得信赖的举措 做出回应的话 那么两国关系将更好更快的前进 分析指出 这将为近来原地踏步的美朝谈判 注入新的动力 不过他警告说 如果美国继续向朝鲜实施制裁 那么朝鲜可能考虑改变目前的做法 我们再来看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朝鲜希望与韩国深化合作 金正恩提及朝韩关系的时候 朝韩去年取得了令人惊议的成果 今后为停战体制 转变成和平体制 需要积极促进多边谈判 这就意味着朝韩将延续去年的对话基调 同时金正恩表示 愿意无条件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 朝鲜方面认为 重启这两个合作项目 是朝韩未来展开深度合作的抓手 但在制裁困境下 朝韩深化合作步履为艰 与此同时金正恩指出韩方应该叫停 与外部势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 半岛无核化 尚需时日 韩国方面对金正恩的致辞表示了欢迎 称这展示了金正恩推进与韩国美国关系的坚定意志 特朗普则在推特上回应称 期待与金正恩会晤 朝美有可能在不久之后正式筹备第二次金特会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朝美之间还存在着许多隔阂 揭出对朝制裁的大前提是无核化 朝鲜只有尽快拿出果断的无核化措施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打破当前的僵持局面 好 以上就是金正恩的新年贺词 为半岛营造和平氛围 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好的 王州